你打呢,都有他的战略的思想和目标 这杆他已经得了16分 并且还掌握着主动权 估计要打一个缩杆 往前走一点 从这个方向再准备击打这个黑色球 这个台球的质量 要求是颜色要特别纯 光滑圆润 圆度以垂直旋转 球体中轴最高点不动摇 为最理想 那么球杆一般是长 一米二十五到一米五十五 但是最短不能够少于九十一 七百克 一米二十五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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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台球比赛这个场地也是有一定的标准 就是每张球台不得小于长7米宽5米高3米这样一个空间 再加上5分 26 这一干他已经得了26分 27分 他非常精确很自如地驾驭了每一打的这个 机会 偶尔出现一些其他方面的失误 那么对于职业先生来说应该是抓住不放而且能够连续得分 如果你抓住这次机会没有得分 反而自己出现了小的失误 那么对手就可能连续得分 那么对手就可能连续得分 所以看谁的基本功扎实 是 25分钟 他就能够成续得分 比较稳健地发挥自己应有的水准 这是一个优秀的台球选手应该具备的素质 亨得利就是比较好的驾驭了比赛的局面 57分 所以这一局比赛他已经是 由落后的情况现在变为领先 58分 在做球方面可以说是堪称一绝 他不光是把要打的目标球准确无误地打到袋子里边 而且更应该学习的是他为下一次机某一个彩球呢 又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条件 Steven Henry 72分 这一根他得了72分 马上拿起一个杆架 又再进行计算 现在从台面上的所剩下的球的分值加起来的情况来看已经不够了 就是说他都没打进一个红球打进一个黑球 然后都打光红球再把你台面上下的球加上 那么分已经不可能超过亨得利了 那么为什么比赛还要他还要打呢 就是要做斯诺克 就是做这种障碍 就是我不得分 但是争取呢 做成障碍以后使你出现失误 那么你失误以后呢就要被罚分 最少要罚四分 如果罚上这么一两次以后呢 从积分累积的情况来说就会有一个变化 当然对于职业学校来说 这种失误也是不会轻易出现的 那么现在看到巴塔纳开始打了 这就说明经过计算 那么作为职业先生他第一反应就是看看这个所有的分值加起来够不够 那么可能够了 所以现在他开始把球打入袋内 就是那个球的位置非常好 如果你做不好的话 对方再轻声一局打进几个球呢 那么局面更不好收拾 所以他先把那个球打进去 然后又做成斯诺克 好的 这个球经过两次折射以后 折弹以后呢 打中了他应该打的目标就是黄色球 如果刚才击不中 要被罚掉四分 这球做得没有做好 亨特里可以很轻松地把这个黄色球积进去 那看来就是大势已去了 现在呢他打绿色球也还是有一点难度 他直接把这个绿色球打到那个岸边上 然后他呢一看情况不妙呢 就主动认输了 这样呢在前六局的比赛里边 现在比分是5比1 这一局的比分是74比38 比赛已经进行了六局 前五局呢 苏格兰选手史蒂芬 亨特里是以比较明显的优势领先 我们向您做了介绍 虽然在台球比赛当中 从理论上来说 他包含着比较深奥的这个三角 几何啊 力学方面的这些知识 但是您可以从比赛当中的情况 具体情况来看呢 运动员们在比赛的时候 他们运用自己对求是的理解 灵活的发挥主观的思维 现在进行的是第七局的比赛 这一机呢 不是特别理想 亨特里现在他机球的位置比较有力 用杆架 好 这是一个定球 定杆 这个球干脆绿色的直接撞进了网袋 先得一分 然后准备打黑球 由于这个球是贴在那个抬盘的边上 所以稍微不注意力量 稍微不合适 就有可能被弹出弹出来 现在形势突变 对于瓦塔纳来说又是十分有力 一 那么他也会打这个黑球 打完黑球以后 将是母球回到什么位置呢 他先看了一下 黄金 三 这 你 有个人 这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在当前世界排名第三 本届大赛的第二号种子选手 苏格兰的斯蒂芬·亨德利 和泰国19岁的后起之秀 詹姆斯·瓦塔纳之间来进行 大家知道和欧洲国家的优秀选手相比较 亚洲的台球水平还是相差很远 有不小的差距 但是从最近这段情况来看 泰国的就是您看到的这位选手 瓦塔纳可以说在亚洲是一只独秀 他的水平也可以说是鹤立鸡群 目前他在英国签订了一个 打三年台球的协议 他的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在去年世界业余台球选手的比赛里面 他是冠军 现在转为职业选手呢 他仅仅有三个月 并且第一次参加这样重要的赛事 就连闯几关进入了决赛 所以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特别他在这次比赛里边 先是战胜了吉姆比尔5比0 接着战胜了马克雷奥德 又战胜了著名选手泰勒 进入了前16名 在进入前16名的时候呢 以后又战胜了迈克哈莱特 迈克哈莱特是世界直颖台球选手的第六号 在第五轮的比赛里边 他又战胜了 不久前曾经战胜 现在他比赛的对手 苏格兰的亨德利的著名选手蒙特尤 蒙特尤是世界排名第十 这样他进入了前8名 在第六轮的时候呢 他又战胜了 在今天比赛之前 创造一杆打进 118分的弗朗西斯科 闯进了前四名 在半决赛里边 他又以5比0 令人信服地战胜了 当今世界排名第五 本届比赛第四号 种子选手的格里菲斯 所以他今天能够进入决赛 看来是绝非偶然 格里菲斯也是在他年轻的时候呢 第一个 第一次参加职业比赛 就获得了好成绩 除了格里菲斯以外 那么瓦塔纳的成绩和情况呢 和他惊人的相似 瓦塔纳这一局看来 打得还不错 再得一分 瓦塔呢 今年只有19岁 他在16岁和18岁的时候 曾经分别在 科伦坡和斯里兰卡的 两次亚洲业余台球锦标赛上 获得冠军 88年 他是世界业余台球比赛的冠军 63 看来这一局比赛他是 获胜有望 64 他已经得了64分 黑色球的位置非常理想 打击 7分 71 71 再击一个红色球 72 又是母球回到一个打黑球比较有力的位置 应该变成79分了 79 他在用眼睛测量一下 好 18 这一干 到目前为止 他已经整整得了80分 下面打粉色球是六分值 86分 86分 87 还是决定打粉色球 6分 93分 93 94 得了90多分 94分 哎呀 很可惜 不然他也将创造一根超过100的成绩 这样在前七局的比赛里面 总的成绩是5比2 那么苏格兰选手 史蒂芬 亨德利 领先 没有了吧 观众朋友们